调查问卷针对2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设置11个问题 在两岸是否应该以九二共识为前提 重新开启两岸交流对话 让两岸关系重回正常这一问题上 持同意态度的占46.7% 高于不同意的35.8% 同时有高达73.8%的民众认为 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重启交流对话的机会渺茫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佐政东指出 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受政党倾向影响较大 支持国民党的民众倾向支持九二共识 而支持民进党的民众则相反 民进党在九二共识的态度是比较一致 可是在抗中这个问题上 它也弱化了 就是说它的支持抗中的比例 其实大概只有到大概六七成之间 那相反的 它有大概有两成左右的民进党的支持者 它不再支持抗中 此外该调查还发现 当年的反服貌团体内部也出现了变化 30至39岁青年逐步转向务实 以逐渐倾向不再支持所谓的抗中保台政策 这也显示九合一选举后 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牌日渐失灵 当年反服貌运动的影响力已然下降 对于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 以武巨统 民调显示高达58.4%的民众认为 两岸对立对台湾不利 55.2%的民众认为 民进党当局无法控制两岸局势发展 美国的角色很简单 他就是要台湾人去当炮灰 你如果说两岸不起冲突的话 而且台湾没有大量伤亡的话 他如何介入 我们假设和平同意 和平同意那就不必谈了嘛 那已经台湾人同意了嘛 那你美国什么角色 没角色 那当然他要出手要阻挡 那所以说按照这个民意上 我觉得民众大致应该还是可以了解的 还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民意是可贵的 去年底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的惨败 就反映出台湾民众看清民进党 所谓抗中保台真相 希望两岸和平的新生 而最新的这份民调 又再次印证了这样的民意 更多内容请张辉带来树立 张辉 好的 我们来看 针对这份民调啊 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 杨泰顺 他就分析认为说 现在与大陆和解或对话 民意支持是比较高的 和过去的调查结果不太一样 台湾民意的确有些转向 我们再来看台湾劳动党主席 吴荣源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表示说台湾社会现在啊 有一种敬相勤切的心理 因为两岸分隔太久 即便他们知道大陆更好的改变了很多 但还是敬相勤切 需要疏导 祖国和平统一 两岸民众心灵弃合 归根结底 还是需要台湾民众 尤其是广大基层民众的 觉醒参与与支持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学术顾问王卫星呢 日前在接受访问时 也指出说 共生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逻辑起点 共守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基本条件 共融是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路径 共兴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最终目标 他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了两岸关系 未来发展的坐标图 两岸和平统一的方向标 其实啊 大陆方面对于两岸关系发展 始终是有信心的 有乐观期待的 就如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昨天在记者会结束前 说的那段话一样 海日生残业 江春入旧年 虽然当前两岸关系 还有丝丝寒意 床床暗影 但是江水迎春 海日喷勃的新气象 终将会到来 好的 以上是我的书里张涛 好的 非常感谢